所以不论西医给予检查结果 何种病情 病因 病名 不过都是具果的不同特征 加以分析 定义 命名 已含在果中 与因无色 也就是你们找西医 它给你什么病情 或是什么因 他们也会讲解 然后甚至定位这个异常形态 就是肿瘤或是什么病名 甚至淋巴癌 血癌 不管它讲的 这些不管它怎么讲 因为仪器检查出来 不可能检查出因 它只能检查出什么 果 所以它不过都是具果的不同特征 加以分析 定义 命名 已含在果中 这里的分析 定义 命名 全部都在果中里面解释的 与因无色 与疾病之因怎么样 完全无关 一句话都已经讲清楚了 现在在写 因为自己又做得出来 在写那个力道怎么样 就不一样了 而且感受可以写得更清晰了 所以我说有了图面 因为自己做得出来 再讲 我认为就不一样 那因为它是做得出来 所以在写的时候 这里都可以写得很清楚 所以跟我们以前的第一段 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啦 以前只有四行 这里有怎么样 六行 怎么会一样 而且写法也不一样了 从一开始写法就不一样了 写得比较细 这样看得懂 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段 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随着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变化 身体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有疾病与衰老 必有症状与异常 症状与异常 是疾病与衰老之具体表征 而疾病与衰老 则是所有症状与异常的 抽象代名词 就疾病而言 不论其表现为症或状 历来的习惯都一概统称为症状 但两者常有不同的体伤来源 正因如此 原始点将症状再细分为症与状 其中症指不适感 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 症指体表组织受损 且由于症状可感可见 所以通过观察症状按推原始痛点 就可从果推因 从因治病 完全不需仪器检查 就衰老而言 通过观察体表的种种变化 如果出现发白 秃头 面皱 老年斑 弯腰驼背 高低肩 长短腿 关节变形 显然 它们既非症的不适感 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 也非壮的组织受损 由此可见 这些体表的变化 并非疾病而属衰老 好 我们从这里 就已经先把疾病跟衰老怎么样 界定了 有没有 疾病一定是症跟状 那衰老一定不包括症与状 因为这里讲了嘛 这些变化既非症也非状 所以我们说 它一定是怎么样 属于衰老而非疾病 我们也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了 那体表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来谈体内 好 接下来 同理 体内的变化与体表相同 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若要了解体内老病的变化 则需通过观察仪器检查出来的影像 及数据 因为影像可显示衰老的异常形态 及疾病的组织受损 这一句应该是新加入的 但这一句如果没有写 以前的概念都模糊不清 为什么我们说 仪器检查出来的 不是组织受损 就是异常 有没有 那道理就在这一句话 把它解释得很清楚 因为你要了解体内老病的变化 一定要通过仪器检查 它仪器能检查出什么 仪器检查出来的 它们靠的就是影像 还有一个数据 好 那因为影像可显示怎么样 衰老的异常形态 还有疾病的什么 组织受损 影像只能显示这样 它不可能显示症的不适感 你痛它能显示吗 不可能 数据就不用谈了 那个是抽象 那影像也不可能 显示你的功能混乱 你今天你咳嗽不讲 它照了那么多 它也不一定知道你现在咳嗽 了解吗 所以包括症的体力虚弱 你面无光泽 它那个状体内能显示吗 你行动齿幻无力 它能显示吗 全部显示不重要 所以简单的讲 西医这些仪器检查 是为了解决什么 解决症状 还是要解决症状 我开始一直以为 他们是不是要创立什么 没有 因为病人症跟状可感可见 对不对 然后他一定会去找医生 找的可能是中医 也可能是西医 那中医很简单 他就从症状来推你的体质 从果推阴 然后来变你的体质 用什么来变 很简单嘛 中医有他的望闻问切 四个工具 然后就可以从果推阴 看出你体质 然后再辨证 论质 看你什么体质 我开什么药给你 这个中医是这样 那现在遇到西医 你也是跟他讲症状 但西医对待的 就不是像中医的对待 他就开始怎么样 你不管讲什么 他都要仪器检查 那他讲仪器检查 他刚开始也是说 我要解决你的症状 对不对 你今天有病来找我 有症的不适感或是什么 那你头晕或是哪里痛 我还要照嘛 你可能手痛 我就找一找 可能颈椎压迫到 有没有 你腿痛 可能脊椎哪一节 第四五节压迫到 他们类似的就出来了 那也就是这些检查的影像 无非要解决你的什么 病症 还有症状都有 包括你为什么会烂掉 像黑脚阿嬷 为什么脚趾头会黑掉 他就去照 从影像显示出 血流不下来 有没有 所以他们就 所以影像能显现什么 你的组织受损的 他找的一些方式 甚至影像 能找出的组织受损就很多 这里还没有写 等一下会写 一大堆 比如说脑出血 胃出血 有没有 这一类的 还有肌腱断裂 骨折 这一些都是由他们造 所以他们能显示 疾病的组织受损 那另外一个怎么样 它不是疾病 它是属于怎么样 既非症也非状 是属于怎么样 异常形态 衰老的异常形态 所以影像可以显示这两种 那数据呢 数据就更不用讲 它只能显示什么 衰老的异常指数 所以我们前面这里就呼应到 我们第一段 为什么通过仪器检查 不是疾病的组织受损 就是衰老的异常 有没有 这里已经把这里的道理 全部写了 那所以这一段 反而是重中之重 上次的15版竟然没有写 就是要通过仪器检查 然后就断了 这么重要的一句话 没有了你怎么呼应 接下来都谈不出来了 所以这里再把它标示出来 就很好写 所以重点在这一句话 好 那这样看得懂了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数据可显示衰老的异常指数 此即就疾病而言 若体内有气胸 骨折 肌腱断裂 脑溢血 未出血 溃疡 发炎 沾黏 显然 此与体表的状 同属组织受损 且皆由患处体伤所导致 由此可见 这些体内的组织受损 并非衰老而属疾病 但因其需要仪器检查 故不能称为状 好 这一句 也就是影像显现出来的 我们刚刚念了一大堆的 很显然 也就是如果我们症状 我们可感可见 西医的影像 只能显示出 状的部分 状的组织受损 那我们体表的状 有分哦 它是包括伤口 还有什么 皮肤病有没有 体内的组织器官 有没有皮肤病的问题 没有 所以它这个状 又只能融缩到显现什么 只有一个变成怎么样 组织受损 所以我为什么说 他们的影像只能显示 组织受损 你这样一读下来 也能够理解 前面还没有理解 再讲下来 你就知道 原来跟我们的体表的状 不一样 同中有异 我们的状还包括 眼睛看得还可以看得怎么样 简单的讲就比较多 它仪器看到体内的状的 形象的变化 反而怎么样 比较少 所以其怎么会 看得多的不看 反而发明仪器去看一些 比较少的东西呢 这是我在想不透 那好 影像显示 当然有组织受损 另外一个怎么样 老化的变化 跟体表一模一样 好 但是我们刚刚列的 这显然它以体表的状 同属怎么样 组织受损 且皆由患处体伤所导致 所以由此可见 这些组织受损是属于衰老 还是属于疾病 还有人说衰老 这个组织受损 我们把它当作疾病 还是衰老 疾病嘛 我们说衰老一定不包括 症与状嘛 它已经跟组织受损 跟体表的状一模一样了 那不能说它是衰老 这个叫做怎么样 疾病嘛 所以我们是完全说理的 所以体内的组织受损 并非衰老而属疾病 这样我们就可以界定 但是有一点跟状不一样的 是怎么样 状要不要仪器检查 不需要 我们眼睛看就可以了 那这些组织受损 体内的组织受损 你眼睛看得到吗 看不到啊 你脑出血 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古代为什么叫脑中风 风寒鼠之造火 以为是风中了脑部 但绝对不能讲出说 你这个是脑出血 中医没有这样讲过 那为什么西医感这样讲 因为他们看到体内 有流血了 或是有梗塞了 所以他们才会创造出脑出血 或脑梗塞的名相出来 了解吧 所以虽然也是组织受损 但它需要借助仪器 那既然借助仪器 它属不属于状 不属于 是相同但不属于 为什么 因为症状 要不要仪器检查 不用啊 所以古代根本没有仪器 也没有办法看到体内的 你们想到以前曹操头痛 有没有 那个就是看不到 没有仪器来照 所以划头要准备怎么样 把他脑袋开来看看 曹操以为是要害他的 你要砍我脑袋 我先砍你的脑袋再说 对不对 那很显然嘛 看不到嘛 就是没有仪器才要 去要拨头来看 哪有这样看法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 头痛要不要拨头来看 根本不用 所以划头有没有问题 我也不知道 他地位太崇高了 我就不敢说他了 但是一个痛多数他处体伤 搞到要拨头这一点有 不过毕竟那些故事 都是传说的 我想好像划头有这样功力 是本来要把它美化 现在以原始点来看 有一点那个 反而弄巧成拙的味道 真的啊 所以我们来看 很显然嘛 这个组织受损 原始点是眼睛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 没有这个名字 那我们也承认西医 现在看到体内的组织受损 是属于疾病 我们已经承认它 但是它不能称为状 症状是不需要的 这一点不一样 为什么我要把它们分开来看 要不然你如果这样说 以后我们的症状都要一气照 那不是我们又鼓励怎么样 我们的患者要去怎么样 检查了 这不对的 古代是不需要检查 那为什么到了现在 西医出来我们就要检查 不对的 所以这个要把它们 说得清清楚楚 而且简单的讲 这个疾病我们也承认 体内的疾病我们也承认 但这是西医创造出来的 跟古代的症状不一样 要把它做七个 那我们以后如何面对 这些组织受损 后面会讲到 只是这里一定要做一个交代 好 那这里都有交代了 我就不说了 为什么它不能称为状的理由 也跟各位讲 我们来看下一段 就衰老而言 若体内有异于之前正常的形态 与指数 原始点则一概通称为 异常 并可分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异常形态既非正的不适感 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 也非状的组织受损 异常指数 只是抽象的数据 其本身既非正 也非状 也不会造成体伤 与疾病症状完全无关 由此可见 这些体内的异常 并非疾病而属衰老 好 也就是异于之前正常的形态与指数 我们称为异常 那异常形态 我们说它既非正也非状 所以它不属于疾病 而是属于怎么样 衰老 但为什么那个异常指数 也是我要另立呢 因为异常指数更扯了 因为它只是一个抽象数据 它不但既非正也非状 因为它是抽象 也不会造成体伤 那我们后面会讲到 异常形态 或组织受损 有可能会造成怎么样 患处体伤 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 有没有 你们如果看15版 有认真看就知道 但异常指数会不会 不会 完全不会 所以我加重瘀器 它与疾病症状怎么样 完全无关 一句话 但异常形态跟组织受损 有时候会有关 有关的是怎么样 它间接导致的 不是直接 所以因为层次不同 我认为必须要分段来写 而不能一写 如果说它们既非正也非状 当然我已经表达 这就是属于衰老 但不足以解释怎么样 异常形态与组织受损 会造成患处体伤 而异常指数是完全不会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简单的讲 异常指数在我现在的看法 把它评价 几乎是怎么样 多余的检查 劳命伤财的检查 那些对我们完全是没有帮助的 有这种味道 所以以疾病症状无关 那医学是为了解决疾病症状 既然这种检查是完全无关的东西 那你就知道 我对它的愤怒有多深 也就是怎么会发展成 这种东西出来 然后大家又不了解 还要去抽血做一些检查呢 我觉得这里是有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影像我还没有批判到这样 但对于这些指数 一路这样研究下来 确实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检查不外两种嘛 一个影像嘛 一个是数据嘛 那数据都是要怎么样 抽血嘛 你不管血糖 什么甘子素 尿子素 肾子素 常常都是要抽血的 那好 这里我们就把这两种 异常 虽然都是属于衰老而非疾病 但我们还是把层次分出来谈 好 我们最后再做总论 总而言之 不论是体表还是体内 老病的分辨 皆取决于症状之有无 而医学要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 并非衰老的异常 好 很简单嘛 医学是要解决疾病还是解决衰老 疾病我们重点还是在这里 所以医学不是要解决我这一科 但是这一科也可以顺便处理 因为它阴都是一样的 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虽然是这样 但我们原始点的原意要发明的 还是为了解决什么而起的 解决症状 但没有想到它的阴 竟然也包括衰老 所以顺便治疗 是这样来的 好 那至于老病的分辨 最重要一句话 取决于症状的什么 有 有就是病 没有就是老 这样是不是大家很容易 分辨老跟病 很容易啦 已经都讲到那么透了 好 这是第二段 第二段有没有增加 跟原来15版 增加了很多啊 从好像23还是24行 增加到现在27行耶 所以里面增加了很多至今 那现在再读下来 整个就会很流畅 这样看得懂吗 看懂举手我看一下 好 简单的讲 我就是希望 根本不用安立 这个一讲 应该大家都可以听得懂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症状 中医与原始点是从因治病 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为了厘清症状的体伤位置 原始点将症状再细分为 症与状 其中症的不适感 如疼痛 症状 症 痒痒 痒 痒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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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苦 灼热 潮热 下醉感 多属他处体伤所致 症的功能紊乱如 失眠 烦躁 食不下 气喘 多汗 流鼻涕 耳鸣 耳聋 耳流浓 口眼歪斜 咳嗽 呕吐 便秘 小便困难 白带 抽筋 板击纸 或属他处体伤 或属患处体伤所致 症的体力虚弱显示热能严重不足 如 行动此缓无力 异常疲惫 瘫痪 肌肉萎缩 暴瘦 声音微弱 面无光泽 高烧 腹泻 肢体冰冷 怕冷 发抖 水肿 多属患处体伤所致 症的体伤位置分类 仅供参考并不绝对 其准确位置 还必须经按推原始痛点后 是病症改善与否 才能确认为他处或患处 绝不能单凭感觉或目视 症的体表组织受损 目视即可分辨 主要包括伤口及皮肤病 如 肿脏 破皮 粗血 目刺 口疮 钉疮 入疮 溃烂 烫伤 化学毒液灼 青春痘 红疹 湿疹 寻麻疹 汗泡疹 牛皮血 异味性皮肤炎 属患处体伤所致 这里将症与状分开 即是为了指出 状消失后 症未必能解除 反之 症解除后 状也未必消失 譬如肿痛 常见有肿消而痛未止 或痛止而肿未消的现象 此意味着 果不生果即症 痛不生状 种 状 种 亦不生症 痛 就其原理 痛多属他处体伤所致 种必属患处体伤所致 由此观之 症与状可由不同体伤所致 且二者皆属果 其间并无因果关系 这里一路念下来 其实中医我认为所有的精华其实就在这一段 你看他所有的疾病 我们这里都包挂 医学就是要解决疾病嘛 他疾病是抽象 具体发生在身上 不怪就是症状嘛 那中医也要解决症状 从开始就是这样 那他们是不是从因治病 我这个是这样写的啦 因为这样比较好说话啦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他们也是会从果治病喔 会不会 有没有可能 有啊 还是会啊 但是中医要不要批判 不要啦 他们已经很可怜啦 真的 我都有很感触 因为怎么样 在现在的医学上都被挤压到边缘化 但是中医又自己不争气 我有这种感觉 然后只要像我这种那么爱护中医的 然后只要批评他们 他们也会不高兴 人好像都要听好话 但对于自己的短处 都希望别人不要痰 这个是很困难的 你想想看嘛 如果说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中医有时候还冰敷耶 还用含量药来冰敷啊 那这个是痰成分从果治病 因为只要痰成分 我刚刚已经讲了 经过仪器检查 不管是数据还是影像 它所呈现出来的 是果还是因 不过就是老根病嘛 第一段已经讲得很清楚 都是果 怎么会有因呢 那如果相信他们这样冰敷 就是谈成分嘛 对不对 所以要用黄年啊 三黄那些来涂啊 那不就是以为他们就有消炎止痛的功效了吗 那这个还是在果上思维的 但中医不了解 他以为是在谈因 因为西医也说这个是因啊 你红肿 那就要冰敷嘛 那冰就是能够消炎嘛 好像是在从因下肿 事实上那个还是从怎么样 果啊 我们第一段都分析出来 所以如果你认真想 中医现在的思维都是从因吗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快没有朋友了 我们一直说西医的问题 那中医在批评 我们几乎已经怎么样 孤家寡兰啦 所以我们的处境也堪连啦 所以我认为是怎样 我现在都对外说 中医是我们的朋友 甚至是我们的兄弟 但西医呢 我也不说敌人啦 只是交往不深的朋友 还没有交往得很深 但是实际上我是太了解他们了 其实交往不深也不大对 就是好像碰在一起 反正各走各的啦 现在他们对我们也是不大顺眼的啦 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自己要有先见之明 但是西医就不谈 我是对中医是怎样 怀有感情的 我也是中医当了20年 我怎么会没有感情 我对中医的爱 是深还是浅 是深的 他们不了解我那么爱恶他们 但是讲出他们 是可以让他们改善 你看他们症跟状不分 问题就来了 你一个痛好了 痛应该要先开药 还是要先按推 一定按推嘛 我们已经知道 痛多数他处体上 你来一定要先按推 但是他们常常去就先开药 他们不是先增是歇位 那就是有问题啦 如果是属他处体上 那多数他处体上 一定是外治法 中医内治法是不能解决 那个他处体上的 一根指头痛 他要开什么药 问题就来 所以要不要分出 症状的体上位置 要啊 因为体上位置不一样 你一定要分类 那你才知道 这个应该要重用什么 是重用内外热源 还是重用外治法的 增刺穴位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症状一开始分的时候 其实也顺便把中医的问题 怎么样 全部解决了 因为他们的治法 不外就是一针二丘三用药 那丘跟药就是内外热源嘛 解决热能不足的问题嘛 那针就是增刺穴位 增刺穴位就是解决体伤嘛 那所有疾病不外就是 体伤跟热能不足 等于我也帮中医的三大疗法怎么样 落实到实处了 要不然他们有这三大疗法 不一定能够落实啊 但是我讲了那么久 真正中医用我的 有没有 有 偷偷的用 但对患者也不说 应该是这样 还是有很多中医师 已经在用我们的方法 但我高不高兴 高兴啊 让病人好得更快 我为什么要反对 我没有反对的理由 但中医应该要开始要反思 他所有的解决疾病的症状 其实在这一段 已经都把大概的轮廓 都怎么样划出来 好 那我们进一步再来 做一个总结 就是症以状 他们既然体伤位置不一样 才会造成 为什么 症跟痛 它会不会同一处发生 会不会 会啊 脚白症又痛 那如果现在 我们以这样分类来看 它是有两个症状 对不对 一个是症的不适感 一个是怎么样 状的组织受损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两个处理方式也不一样 所以肿痛 它会有可能肿先消 但痛一直在 我们这个案例都有 那这个时候就是 因为肿时间久了 它就会消 但你那个痛没有找开关 它不一定会好 同样也有人痛 好了 结果肿还怎么样 还在 它只有肿也不痛 有没有这样 也有 那这个都是怎么样 很简单的 因为症跟状 它由于不同体伤 一个是塌处 一个是患处 所以可见两者 既然都是果 果与果之间 有没有因果关系 谁生谁的问题 肿会不会生痛 或痛会不会生肿 没有啊 要不然如果它会 那症好了 肿应该立刻消 因为肿是由症引起的嘛 痛引起的 或是肿生出痛来 那我肿消了 你痛应该解除了 但是它也不会 那表示两个之间怎么样 没有关系嘛 意味着果不生果 这个道理已经很显然 所以我们就可以 几乎从这样 做出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就是症跟状 可由不同体相所致 对吧 二者皆属果 他们绝对都不是因 果与果之间 有没有因果关系 没有 这个结论很重要 因为我们后面 在批驳 西医的问题 都会借助这样的理论 好 那有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把症状 也做一个圆满的结束了 因为这个就是结语